事情是这样的 听说有人想看我男朋友参加手战考试 那我必须要拍上 那这是我为你良心定次的手战考试 绝赞入门卷 考验一下你平时有没有认真的看我的视频 行接受挑战 OK那我们就开始哦 第一题选择题以下哪个图案是肉球 第一题就这么简单 以我的直觉选B OK那以下哪个图案不属于提拉多 排除法 选出画风不一样的 我选 D 接下来是填空题 补权以下手战IP的名称 第一个 这个我还是会的 什么 小马属 然后第二个这个先跳过 第三个折耳 这个好像也有点难度的先跳过吧 第四个叫什么什么解 也没怎么听过 第五个我是会的 什么 我刚想说填百灵大王会成立 不会这一道题词天出一个小马属吧 算了先打第二题吧 行那就根据拼音写出对应的手杖相关词语 第一个很简单了 手杖 但是杖是这个杖吗 交代这个也很简单 估卡 离行指 好像没怎么听过 是不是像离形状的指呢 能不能给点小提示 离子的离 还是离开的离 我不如帮你把下面的给填了吧 是这个吗 不计呢 不知道呢 第三题流线题 将下列交代突然以及对应的IP连接起来 我刚才想说 下面看一下有没有填空题的一些提示 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过的 跟上面绝补重复 一点后门都不给我说 只能靠我一些常识来连牙牙 先看一下对 但是我发现好像四个都没什么牙的样子 第二个 那又找一个比较像布丁的 好像第二个胖胖的像布丁 那我就先连那个多多酱 跟这个阿玛丽丽丝 好像都没什么特点 因为牙牙好像第一个露出了一点点牙 那我就选这个吧 那这两个 不可能四条直线都是这样的 那我就交叉吧 OK 最后一题 求生欲提 对了加10分 错了倒扣100 写出你最喜欢的手杖博主的名字 注意 有唯一的正确答案 写错就 那我只能填上我唯一认识的手杖博主 那么是谁呢 那么是谁呢 该不会 该不会是阿杜吧 该不会是我吧 所以这题怎么解决 奶盖 其实我想把一些经常会出现的词填进去 比如 奶盖大王 比如百灵姐姐 然后什么大王呢 卓大王 这个我记得 记得了 然后哲耳 哲耳什么呢 哲耳妹妹吧 怎么解呢 看一下肉眼能及的 随便挑一个叫做 剪刀姐吧 剪的怎么写 剪真的不会写 写冰好了 大王啦 那就来看下一期 期待他能拿多少色啦 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笨笔男友 参加了手杖考试 过程真的很离谱 比如 奶盖大王 怎么解呢 剪刀姐吧 剪的怎么写 剪真的不会写 写冰好了 OK 我的男朋友第一次做了手杖考试的打分篇来啦 我们看一下他到底能考多少分 第一题选择题 以下哪个图案是柳球 选了B 第二题 以下哪个图案不属于提拉多 就是根据画风选的 就觉得这个画风跟提拉三个不一样 反正不是D就是A 不是 对的 填控题补全以下手杖IP的名称 就是一个错题重灾区 第一个小马蜀就属于基本上大家很多人都会的 奶盖大王肯定是不对的 他是奶盖熊 然后哲耳 妹妹 居然是对的 蛤 这个我真的是太意外啦 瞎蒙的是不是 对啊 因为我确实是真的没听过 我就随便写一个上去 我觉得有这方面的条件 白铃姐姐对不对呢 白铃姐姐这个我确实是蒙的 白铃公主 哦记得了记得 然后卓大王是对的 最后一个什么解呢 就写了个剪刀姐 重点是剪字还不会写 就是别太荒谬 其实是鸡灵姐 第二题根据拼音写出对应的手杖相关词 就是有点属于送分题了 还是给他留了一个后门的 但是他居然没发现 这是手杖 就是明明是可以照抄的 然后他写成了这个杖 其实有一些人他也是会用这个手杖 但是我觉得比较常用 比较正确的是这一个 不行这个我要伸缩 给一半分吧 不行这个我要拿五分 不然我怀疑我到底记不了 会写主跑罐子 然后第二个交代就傻子都会 孤卡然后也对了 最后一个就是离行指 可以说是非常离谱 其实是这个离 然后行是这个行 然后连线即将下列交代图案 与其对应的IP连接起来 就是看这个线形 就不像是正确答案的样子 然后我实在是没想到 绝对了 没有一个是对的 不对有一个 对了一个 我就说马里兔不可能全错 首先他说牙牙 选了这个是因为这个图案 是所有图案里面 唯一露出了一丢丢一丁点牙的图案 但是其实是错的 它是包包布丁 它是阿玛丽丽丝 这个才是牙牙 所以最后对了一个 就是这个多多酱是对的 我觉得你太为难我 为什么 如果没接触过手上的 根据这些图案根本就猜不出他们的名字 你应该找一些 可以从形象上面猜到他们是谁的 我觉得猪考官 有两个问题 我这是手上考试 不是差语名字考试 最后一道求生育题 求生育还是在的 但是就是文化水平有限 就是胖刺差点写错 但是最后还是对的 我看一下能不能几个吧 行吧 我们就来看一下他 这次到底淘了多少分呢 首先选择题 居安全全对 就有了个20分 接下来是填空题 25分 给他加个一半分吧 就是27.5 连线题就是对了一个 就是加5分 最后这个送分题就是10分 一共是62.5分 就是居然还是及格了 恭喜你 我就说我有天赋 及格是没问题的 下一次有还有心情挑战吗 只要我稍微多学一点 多看一点 我觉得考试本没什么问题 行 那就期待你下一次的表现了 下次再见拜拜